我想小说家都是跟社会对的干的 你看看 比如说 水虎 段 金丁 梅 你看《红楼梦》都是这样子的 我想小说家大概都是些照饭台 神清气爽 说话幽默风趣 在台上演讲的这位前辈 就是刚刚获得2017年花宗世界华文文学奖的得主 白仙勇 白仙勇是当代著名文学家 主要作品有《台北人》《默然回首》《纽约客》等 享有现代文学传当人的美誉 配合第14届花宗文学奖国际文学研讨会 白仙勇来到大马分享他的创作心得 我有一段很重要的童年记忆 就是抗战胜利以后 那我们全家就从重庆就到了南京上海 那这两个城呢 就日后就成了我这个小说中很重要的 一个地缘的记忆了 所以我的很多故事是从这两个城里面 这样子出起来的 白仙勇有着丰富的人生历练 才四岁就得面对日军清华的惨痛经历 并且随着家人四处漂流 桂林 重庆 南京 上海 香港 台湾等地方 都有他的印记 这些苦痛和颠簸流离的记忆 都成为他日后创作灵感的来源 无论如何 白仙勇还是透露 创作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游圆节目》这本小说是写的 我当时回头想起来 写的最辛苦的时候 我写了五遍 从不到不对 不对不对写五遍 然后写了半年 写的磨磨磨磨都不对不对 不过磨出来了 磨出来了很高兴 不过在磨的时候 我想写作是一个非常孤独 非常孤独 非常辛苦 真的非常 lonely的这么一条路 你没有人可以帮你的 你不能说我怎么写 你去问人家 没有人能够帮你 只有你自己走 这条路你自己走 《白仙勇自刃》 影响他一生最重要的小说是 《红楼梦》 最欣赏的作者也是曹雪芹 一般人认为 《红楼梦》后四十回是由高厄续写 但是白仙勇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和前后四十回的矛盾 我想有的地方是有的 可是整个观念下的 我想这个侠不言语 我还是深信 后人四十回是曹雪芹的原稿 不是不可能其他的人 能够接着上这么复杂的 你自己说贾宝玉他的矛盾 问他有一个很重要 他要出家了 他要对这个世俗的熟悦 通通要了掉 他才能走 因为他的父母对他 企望都是一个公民 所以他对贾家还他一个公民 对他的妻子 转全宝差 留给他一个儿子 给他传宗结代 这样子通通完了以后 他再出家 这是他的熟悦 我想他有他的根据的 此外 曾公开支持同志 和创作著名同志长篇小说 《镊子的白仙勇》 也在讲座上 分享创作同志题材小说的看法 我想从古到今都是存在的 也是人性人情的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 虽然是少数人的一部分 但是也是人性的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应该写 一个作家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对自己要百分之百的诚实 你心中怎么想呢 你要感受表现 你一定要写出来 写的对你自己负责 我想你对你自己对自己诚实 我想才能够对读者有所交代 才能够感动读者 而且我不会考虑到社会的禁忌 像台湾这样 已经承认同志婚姻了 这些事情 我想会以后 如果讲来写的时候 会把它当平常的 跟异性恋一样的 我猜 这种来写 而不是很特殊的 到那个时候 我想同志文学 也会变成整个文学史的 正常一部分 感谢观看